话题来关心台北市长柯文哲跟卫福部长陈时中之间的较劲 连夫人也加入战局 这是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在脸书po文 提到了卫福部声称发函给WHO的警告信 认为说是警告信未免有些硬拗和牵强 而且想必有人在骂我逆时中 更质疑边境防疫措施有政治考量 陈时中回应说信件既然已经公开 那么有人看不懂他也没办法强迫 至于边境管制是因为防疫前期对病毒不够了解 此外柯文哲相当自豪 他在2014年角逐台北市长的时候 陈时中曾经率领牙医师力挺 未来会不会继续挺科匹呢 那么陈时中今天是冷回应 说那都已经过去了 握过一双双手合照民众不间断 柯文哲逛金楼庙口夜市 瞬间变民众党的扫街造势大会 恰巧周六晚间 卫福部长陈时中人在台南逛街 现场还因为围观民众太多行程被迫取消 两人一北一南就像在拼场较劲 只不过连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也加入战局 陈佩琪脸书提到台湾发函给世卫的警告信件 他认为是武汉发布的讯息 自嘲这样又要被骂逆时中 但以他的英文程度跟见解硬拗说是我们警告世卫太牵强 更像武汉跟欧美反台检疫标准不一有政治考量 当一时这么久没听过起源地的病毒比较毒 也没有绝对说对中国的比较的严格 对欧美比较不严格 这完全是一个时序跟病毒的了解 已经都公开来的 有的人看得懂 有人看不懂 我没办法强迫大家都看得懂 一回集质疑双方战火再被挑起 不过柯文哲很自豪 陈时中曾经力挺过他 2014年陈时中代表牙医志工团 支持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 肩并肩挥齐互动热络 但这一幕2024恐怕很难再看到 那是已经过去了 我想选举都是一次一次这样子的来的 疫情以来陈雄生两年压科批 医生市长跟牙医部长两人关系 也早已回不去 这话令你加泰报道